4月25号,为纪念斯洛伐克贴文学家、外交官、将军、杰克·斯洛伐克建国者米兰·雷斯提斯拉夫·史特凡尼克逝时100周年,及庆祝中国与斯洛伐克建交70周年,著名雕塑家袁锡坤创作的史特凡尼克将军雕像安放落成揭幕仪式,在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举行。 雕像高约75厘米,身着军装,双眼凝视右前方,雕像底座上用多国语言雕刻着人物名字、生平及相信真理、践行真理、捍卫真理等字样。 仪式上,斯洛伐克共和国外交和欧洲事务部部长米罗斯拉夫·莱恰克介绍了史特凡尼克的生平事迹,并赞颂了他为斯洛伐克与中国建交做出的贡献。 袁锡坤在致死中表示,人类文明不是由单一民族创造的,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,希望用永恒的方式让史特凡尼克的思想在这片土地上传播,把世界的先进文明思想永久保留下来。 我把世界国国的先贤述到这里,想昭示下一代,让中国的小朋友知道,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先贤,人类的进步思想不是单一民族创造的,是人类共同的财富。 2007年,袁锡坤应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邀请,创作史特凡尼克的半身胸像。 斯洛伐克总理罗伯尔特·菲佐在同年二月到访北京为雕塑揭幕,并授予袁锡坤总理纪念勋章,以表彰他为中私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。 2009年2月,胡锦涛主席对斯洛伐克进行国事访问,将袁锡坤创作的史特凡尼克将军的雕塑作为国礼,赠送给斯洛伐克总统,安放在斯洛伐克的博物馆。 一事后,斯洛伐克驻华大使杜尚贝拉在书访中表示,非常感谢雕塑艺术家袁锡坤的创作,史特凡尼克是中私人民友谊的见证,这一雕塑意义重大。 他最后一步的参考,他最初的参考,是中国。 他最初的参考,是中国的参考,是中国的参考。 他最初的参考,是中国的参考。 所以,我实际上是非常简直的,最后的参考,是中国的参考。 袁锡坤表示 希望通过这一雕塑 进一步加深中国与斯洛伐克之间的文化交流 传承中斯人民之间的友谊 世界华里克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英雄 他是男子汉 你看他为他的国家民族 他是爱国的 而且他也是仍爱世界的和平的 他还跟我们有情言 当天 欧盟执委会副主席马罗什·谢夫乔维奇 斯洛伐克共和国经济部长佩特尔日加 欧盟驻华大使 玉白等多国驻华使馆官员 及社会各界人士等百余人出席活动